我觉得呢就是从源头 最开始的源头 百姓分的时候已经分得很好了 一直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处理 要一条龙服务 这个一条龙服务呢 要有一个整体的机制 整体的管理 需要出台一个整体的政策 把这个垃圾分开处理好 你那个垃圾已经分类了 比方说你再找事一趟 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那你现在分四种分五种 那你就再分五趟去处理 那这个就是人员呢 还有各方面都得增加的 有一种讲法机制吧 因为刚实时嘛 有很多人就是对这个 还是不太认可 有些人会觉得麻烦 那就是这样的事的 不管是社区还是物业 他们这样的事的 通过一种国家层面的 有个讲法机制 那我做的好的小区 或者是物业 或者是企事业单位 学校各方面 那就给予一定的奖励 那要做的不好的呢 那我认为呢 就是给予一定的处罚 让他们呢 从中找到记号去 就是把这个 有次序的发展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